汤房,只将房屋分割中多个格段间,汤房的方式层出不穷,从几户到几十户不等,窝居其中的是孤寡老人,低收入劳工,长期病患,以及贫穷的妇女儿童,途中的人睡觉都只能蜷缩着,为了应付高昂的租金,他不得不终日卫生机打拼,经常出入工地,干得活不比年轻人少,被分割的七零八落的房间里, 一家大小所有言谈举动,都在彼此的眼鼻底下进行,想睡个安稳觉都难,因此更是无从谈起,突然小孩趴在双层床上曾做作业,玩耍,爸妈坐在下层聊天,途中是一间不足自平拟的房间,一家三口生活在里面,在狭小的汤房内更是动弹不得,一家人需要蜷缩着身子吃饭,天台自安也不会被放过, 一位于中环老师的天台上,搭建了十二个铁皮屋,各有上下两层,下层是厨房或厕所,上层是贴着天花板的阁楼,为了节省空间,厕所和厨房,也常常被合并在一起, 细菜,煮饭,如厕,都发生在同一个空间里,至于吃惊嘴里的饭菜,是否会有卫生问题,也容不得住客细想,一间原本狭窄的摊房内, 像火车车厢搬风隔一处六个床位,每间高度不超过半米,长度不超过两米,中间留一条窄窄的过道, 棺材房便应运而生,棺材房的租客男女老少各有不同,唯一相同的是大家都负担不起一个可以站立的房间,只好过着挖腰屈膝的日子, 在这里,家的概念被完全颠覆,所有的活动都只能蜷缩在一张小床上进行,住客不能颤,只能躺,躺下甚至也无法伸直双腿, 这是一间不足自平米的桃房,思念没有窗户,姐妹俩在床上做作业,共用一把小风扇, 在香港,约有自外民儿,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,在寸土寸金的香港,楼梯转角也能备用作床位出租, 比起睡棺材,这里更是四面透风,毫无遮挡,身家物品一览无疑,这样的楼梯位也不是人独享, 床位之上还能再搭起一个阁楼,可谓一踢两户,由于床位占据了大半个楼梯, 租客白天时将床铺收起,夜晚才能睡下,那天令时更新,喜欢就订阅我们吧,谢谢。 谢谢。 好